第23届中国晋江国际协业继第6届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 4月19日上午在福建晋江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第18届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形象馆同步开馆 市中运执委会办公室财务与市场开发部 携带众多新款特许商品首次亮相 记者看到此次亮相的特许商品 步伐徽章 文化衫 冰箱贴等文创产品 还有香包 文具 小家店等也加入了特许经营的大家庭 大多都是首发首展的新款特许商品 我们会把整个赛事的包括我们的VI系统 视觉设计的系统 还有体育运动的18个项目的结合等等 那么第二板块的话我们会跟文化做结合 我们和我们晋江的名家 名作去结合 研发了一系列文化类的衍生品 这是一个组合 这是一个蓝牙音箱 那么这个是一个小夜灯 它可以变多种颜色 刚好两个单品搭在一起也非常的好看 类似书包 保温杯 然后这里是笔记本 商务的和小朋友使用的这个笔记本 目前 特许商品的研发 设计 生产 媒体宣传与销售推广正在全面推进 已成功签约14家特许生产企业 开发120多款特许商品单品 文化类的这个衍生品 包括明信片 杯垫 冰箱贴 还有我们一些家电类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类似这样子 小台灯 办公用品类的 有我们的笔记本啊 我们用的笔筒啊 尺子啊 笔啊等等 那么此外呢 还有类似有一些这个香包类的 比如说我们大的旅行箱 小到方布包 笔袋都是在我们开发的范围之内 王三华告诉记者 6月30日前还将陆续推出不少于200款特许商品 同时 布设特许商品线下零售店和官方网店 推动特许商品走进寻常百姓家 因为我们这个是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所以我们的产品开发呢 首先是针对学生这个群体 让青少年比较喜欢的一些产品进行开发 第二条主线呢 主要是赋予文化内涵 把我们中国元素 闽狼元素 及我们的海思元素 融丽到我们的特许经营产品之中 记者了解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原定于2020年10月在福建近江举办的 第18届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延期一年 将于2021年10月16日至23日举行 本届市中运设置田径 游泳 竞技体操 足球 篮球 跆拳道等18个比赛大项和241个小项 为历界之最